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地球旅馆,我是Lainster 小时候老师问我们将来长大以后想成为什么 我们很多人都会说,我想成为科学家 长大一点以后呢,我们渐渐知道了成为科学家的难度 所以呢,再也不敢张口就说我想成为科学家了 因为很怕别人会说,这大白天你就别做梦了 但实际上,这个世界还真就有靠做梦达成了这个愿望的人 而这个人就是印度最伟大的数学家 斯里尼瓦瑟·拉玛努金 拉玛努金一生发现了三千多个奇妙的公式 却没有中间的证明过程 这与毕达哥拉斯、高斯、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天才的 大数学家、物理学家很不一样 他们的每一个公式定律都有详细的演算、验证过程 但是拉玛努金的却没有,也不需要这样的过程 他写下的许多公式几乎没有人能看得懂 有许多公式他自己也搞不懂有什么意义,干嘛用的 但他的理论往往事后都被证明是对的 所以在后期还被广泛的应用在粒子物理 统计力学、电脑科学、密码技术和空间技术 甚至是晶体和塑料的研制 癌细胞的恶化和扩散 甚至于他有一个公式在百年后揭开了黑洞的奥秘 那么为什么拉玛努金有这么厉害的天赋呢 原因是他写的公式都是神托梦告诉给他的 每一个方程式都是神的旨意 每一个新的定理都是在探索无牙宇宙中的一点一滴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证明了神存在的天才 在视频开始之前 还是请大家按下订阅按钮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以后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了 1887年12月12日 拉玛努金出生在印度东南部 一个没落的婆罗门家庭 父亲是一家布店的小吃员 每天只有12卢比的公司 一家七口就靠着点微薄的收入 艰难的生活着 拉玛努金从小就喜欢观测天工 他经常问老师关于赤道的长度 星座与星座之间的距离等等问题 也因为这样 他的小学老师和身边的同学 都觉得他很奇葩 对他敬而远之 拉玛努金十岁的时候进入了小学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正规的数学 从那时起 他对数学无比的热忱 11岁时 他就已经掌握了住在他家的房客的数学知识 他们可是政府大学的大学生 12岁时 高班的同学借给他了一本 朗内写的平面三角学 他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全书 并解答出了书中的所有的问题 而且还完全是自学的 从14岁开始 他就不断的获得荣誉证书 还有奖学金 每次数学考试中 他都是只用了一半的规定时间 就完成了考试 而且每次都是满分 16岁那年 他在学院的图书馆里 借来了英国数学家 GS Carr写的《纯粹及应用数学的基本成果概要》一书 里面收录了5000个数学公式和定理 但却没有给出具体的推导和演算过程 这本书似乎打通了拉玛努金的人独二脉 让他在更广阔的数学天空里遨游 他费寝忘食的演算 证明着这5000个定理公式 在推算的工程当中 他又不断的发现了新的公式 新的定理 而且还远远的超越了这本书的5000个公式的数学范畴 也因为拉玛努金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钻研数学 导致其他的科目都不及格 他还先后被两所名校开除 最终他没有获得大学学位 也没有数学的专业背景 所以自然就找不到工作了 拉玛努金一心扑在数学上 没有收入连纸都买不起 他只好在寺庙的地砖上用粉笔推算公式 为了节省时间 他直接用手手擦地砖上的字 写了再擦 擦了再写 他的手部都长出了又黑又厚的碱了 但是他依然还在擦 还在写 五年的艰苦时光 他一直没有固定的职业 但是生活的不安定 并不能使他对数学的兴趣削减 他把研究得出来的结论记录在笔记本上 几年下来 笔记本足足记了有几百页 而这些数学结论都没有给出证明和演算过程 根据印度的习俗 拉玛努金的家人 在他22岁时为他安排了婚事 而妻子是一个9岁的女孩 那个时候他住在贫民库里 晚上席地而卧 只能让年仅9岁的妻子 一直住在娘家 在众人眼里 他是爱数学超过了爱人 却穷上吃不上饭的疯子 数学已经成了拉玛努金的信仰 他说 数学就是一切 我们平时看到沙子从手掌上滑落 风吹动树梢或者是太阳升起 这些在普通人的眼里只不过是自然现象而已 而在他的眼里却都是精妙优雅的数学 但如今成家了 拉玛努金就必须负担起当丈夫的责任 他必须出外谋生 他必须有一份工作 一天他打听到小镇的镇长埃亚尔 是一位数学爱好者 前不久呢 他还创立了印度的数学学会 于是拉玛努金就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去找他 要求能有一份虎口的小差事 埃亚尔看到他的数学笔记之后 十分的震惊 他为拉玛努金介绍了一份 在马德拉斯港务信托处做会计的工作 信托处的官员拉奥 很赏识拉玛努金的数学才能 所以呢 就让他只挂名不上班 在家专心从事数学研究 每月都能领到薪水 后来的拉玛努金 开始在印度数学会会刊上陆续发表论文 逐渐的成为了印度数学界的名人 但是他那几百页的数学笔记 却没有一位的印度数学家能够看懂 于是在一些朋友的鼓励下 拉玛努金把他的研究成果 寄给了几个英国顶尖的数学家 其中包括剑桥大学著名的数学家 哥弗雷·哈黛 信中附上了120个定理和公式 占据了九张纸 哈黛是英国皇家数学院院士 英国的头号数学家 中国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 在剑桥大学学习时 就曾经是他的学生 哈黛收到这封 来自印度的小伙子的信之后 觉得很奇特 他约了同僚 李特尔·伍德 一起研究这些公式和定理 最终呢 他们判定 这是为天才的作品 因为哈黛认为 只有一流的数学家 才能写出这些公式 这些公式肯定都是真的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没有人能有这样的想象力 来发明他们 于是 哈黛及时给拉玛努金回了信 信中呢 他还邀请这位印度的小伙子 来英国的剑桥 一起做研究 这一看就知道是个大好消息啊 但是呢 拉玛努金得知后 却有所顾虑 因为如果他到了外国去 他可能就会失去他的重姓 拉玛努金一家人都信仰婆罗门教 家里祖传供奉的神 是纳玛吉利女神 要知道 当时的婆罗门教 是不允许教徒出国的 所以呢 他的母亲 当时是非常反对他去英国的事 在拉玛努金成长的岁月里 他过着印度婆罗门教徒的生活 他打发结 剃光了前额绝对的素食 他经常去寺院 走连了南印度的各处去进乡 他总是把纳玛吉利女神挂在嘴边 一举一动 完全遵照他的旨意 他常说 他少年时的数学天赋 就是纳玛吉利女神赐予他的 女神在梦中教他数学 即使是外国文字的数学书 他也可以一看就通 尤其是拉玛努金所发现的 新公式和新定理 也都是来自梦中的 纳玛吉利女神的启示 拉玛努金说 他在做梦的时候 思路无比的清晰 可以接受到海量的信息 他看到了一面巨大的红墙 然后上面出现了一只手 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数学公式 他记住了那些公式 醒来时呢 立刻用笔记录下来 拉玛努金有句名言 说 一个方程式对我没有意义 除非他代表了神的一个想法 可见 拉玛努金对神有着非常坚定的信仰 一天 拉玛努金向纳玛吉利女神虔诚的祈祷 几天后 他的母亲梦到了女神警告他 不要干涉儿子的事业 让儿子去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 因此母亲同意儿子度养远行 但是唯一的条件是 拉玛努金依旧要尽力地保持婆罗门的生活方式 梦中 纳玛吉利女神说让拉玛努金完成他的使命 那么他的人生使命又是什么呢 出道英国剑桥的拉玛努金 因为他的数学公式没有推导步骤 而饱受争议 被讲究严谨证明步骤的传统的数学家所排斥 甚至被叫做来自印度的骗子 有一次在课堂上 拉玛努金没有做笔记 被霍华德教授叫到讲台上去推演他写的定理 拉玛努金毫不费力地直接就写出了结果 没有中间的推导过程 霍华德教授对此非常的恼火 还威胁他让他滚出剑桥 拉玛努金就好像是一个来到了异国他乡的传道士 即使满覆经文 因为不懂得当地的语言就无法传道 他知道 要想传播这些数学神域 他就得使用数学家的语言 也就是所谓的公式的推导过程和证明步骤 才有可能被学术界所认可 拉玛努金只好从基础的数学证明课开始学习 在哈代教授的帮助下 他学习了很多正规的数学研究方法 他从狂热的数学业余爱好者 华丽转身为 写出了世界一流数学论文的专家 在英国 拉玛努金依然每天虔诚地在地上打坐 当某一瞬间得到神的启示之后 他就拿着写着数学公式的纸 冲到了哈代的房间 告诉他自己的新发现 而哈代也会认真地问他 是如何获得这些灵感的 拉玛努金总是回答说 是女神告诉我的 而哈代是无神论者 他看到了拉玛努金仅凭着直觉 用方程式和命题 描述出了一个个极其复杂的数学规律 他说 我们学习数学 而拉玛努金则发现并创造了数学 哈代擅长于严格的西方式的证明方式 而拉玛努金的脑海中 则不时的灵感进线 不断地发现新的公式 他们两个人的合作 简直是天造地设 在五年里 他们共同发表了28篇重要的论文 其中最著名的是 他们俩共同发现了分拆数公式 解决了困扰数学界几个世纪的整数分拆问题 因为这些研究成果再加上哈代的权力举荐 在1918年 年仅30岁的拉玛努金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会员之一 这也意味着拉玛努金获得了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 他被印度人看作是民族的骄傲 哈代在自己设计的一种关于数学天才的非正式的评分表中 给自己评了25分 给另一位杰出的数学家里特尔伍德评了30分 给他同时带最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评了80分 而他给拉玛努金评了100分 可见在哈代的眼里 拉玛努金就是天才中的天才 拉玛努金被哈代誉为 具有最高品质的数学家 一个具有举世无装的 富有独特性的智者 哈代说 我一生中对数学最大的贡献 并非是我的研究成果 而是发现了拉玛努金 由于常年累月 费寝忘食的沉溺于高强度的计算中 再加上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绝不使用剑桥大学食堂里 含有荤油的食物 只在宿舍里自己做简单的素食 导致他严重的营养不良 还有英国冬季湿冷的环境的折磨 拉玛努金在1917年病倒了 在婚病期间 拉玛努金一直渴望着妻子来照顾自己 但是一直未能如愿 因为他在英国期间 虽然年少的妻子给他写了许多信 但是都被母亲私藏了起来 并没有寄出去 原因是他母亲担心 媳妇去了英国 儿子就不会回印度了 1917年的整个冬天 拉玛努金不停地咳嗽 他染上了当时难以治愈的肺结核 在孤独绝望中的拉玛努金 想到了刚开始来到英国时 遭到学术界的侵蚀和排斥 难以承受的拉玛努金 选择了跳轨自杀 索性被好心人发现并阻止了 1919年3月 一战结束 思乡心切的拉玛努金返回了印度 当地的名流排着队去拜见这位天才 妇人们争先恐后地 要为他支付医疗和其他的费用 或者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住 可是拉玛努金已经没有时间 去享受这些荣誉了 拉玛努金去世前的一段时间 几乎陷入了痴迷状态 几乎所有的事情 他都会联想到数学上面 因为女神纳玛吉利 在梦中给了他最后一个神域 而他根据这个神域 又突演出了许多其他的公式 并把这些发现 都写信告诉给了英国的哈代教授 而他最后一次梦到的公式 就是θ函数 他认为 在输入特殊值时 也许能这样描述θ函数 它和模型是毫不相像 但是特性类似 这种特殊值被称作积点 拉玛努金相信 对于每一个这样的函数 存在一个模θ函数 使得不仅积点相同 积点的函数值 也以几乎同样的速率 趋近于无穷 当拉玛努金写出这个公式时 即使全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家 也看不懂 直到一个世纪之后的2012年 这个公式才被破解 数学家发现 黑洞的中心 其实就是一个积点 在这个积点上 时空曲率和物质密度 都趋于无穷大 时空达到了尽头 引力弯曲成了一个陷阱 变成了一个 无限吞灭物质的无底洞 令人吃惊的是 当拉玛努金 首次提出这种函数的时候 科技界可是没人知道 黑洞是什么 1920年4月26日 拉玛努金病逝 年仅33岁 他一生清贫 却留下了三本厚厚的笔记本 里面记录了超过3000多条 未经证明的数学公式和定理 因此后来的数学界 出了一本高品质的学术期刊 叫做《拉玛努金期刊》 刊登与《拉玛努金公式》的有关论文 1973年 比利时数学家德利涅 证明了拉玛努金 1916年提出的一个猜想 并因此获得了1978年的 菲尔兹奖 这相当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除了在数学领域之外 拉玛努金的许多公式定理 在粒子物理 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 人工 密码技术 空间技术等不同的领域 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现在科学家证明和运用的公式 只是他留下的巨大的数学保证中的 小小的一部分 如果他那3000个数学公式 都被研究出来的话 相信我们今天的人类 对宇宙的探索将会突飞猛进 其实在拉玛努金临终前 在病床上还产生了他的第四本笔记本 因为在他死后的50年来 一直下落不明 所以这本笔记本被称为 遗失的笔记本 里面包含着600余条公式 但是也都没有给出证明过程 直到1976年 美国数学家安德鲁斯 在剑条大学的图书馆里 发现了这本笔记本 印度总理也于1987年12月22日 批准将此公诸于世 拉玛努金一直强调说 纳玛吉利女神在梦中给予他灵感 我也认为 拉玛努金燃烧了他短暂的一生 传播数学神域造福人类 很多科学家认为 做梦可能是人的意识 进入到了第四维空间 也许在梦中 拉玛努金洞察了宇宙的真相 那大家怎么看呢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话就请按赞分享 也请大家追踪我们的IG 我们下期再见